大家好,我们养蚊竹的时候可能有话也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这蚊竹的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它既不长新叶又不长侧芽 整个植株呈现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江苗了 那么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蚊竹它江苗的话呢 我们最好就是给它更换一次盆土 但是如果更换盆土之后植株还是不成长 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要给它浇上一种水就可以了 这个水啊就是这个HB101天然活力素 那么它可以激发植株的一个活力因子 提高植株的一个生长活性 激活它的细胞活力 然后促进它更快的恢复生长 而且还能够有效提升植株的一个抗变性抵抗能力 还可以活化土壤 那么这个HB101怎么用呢 很简单 我们先准备好清水 然后呢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1000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呢搅拌均匀完全溶解 再来给这个纹竹啊灌根就可以了 大概呢七天浇灌一次 然后呢很快啊这个纹竹了就能够恢复生长 等到它恢复生长活力了 我们再来将它稀释 大概3000倍左右 在每次浇学的时候呢 给它对上一点 然后浇灌 这样可以让植株啊快速生长 而且长得更加的茁壮 但是等它恢复生长之后 一定不要缺肥 因为它生长是需要肥的 如果肥不足啊 它的生长速度也会变缓慢 所以我们在用上这个活力素之后呢 等到它恢复生长了我们就一定要及时用肥 用肥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上这个竹科植物型的有进养液 蛋链甲比例是15比5比20 它的蛋甲含量比较高 然后呢对于竹科这种植物来说是最为合适的 可以让它长得快 枝叶繁茂 而且呢枝叶会更加的健壮 所以呢如果你养的纹竹 长期不生长也不长侧芽 大家就可以给它浇上这个101活力素了 很快呀这个侧芽就能够穿穿帽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